哈囉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跟知詢老師一起來做 彩繪蛋糕捲 那因為是過年期間嘛 所以我們來應景一下 做一個什麼 恭賀欣喜 送禮很好喔 但是呢這個內容呢 其實你的書講得更仔細對不對 對 是不是要先把書介紹一下 所有的步驟都講得非常清楚 然後那個圖的大小 我們在書裡上面都有 那我們字的部分要反著的 書上面都有附圖紙 照著書描就可以了 所以等於是你們設計圖都設計好了 你只要按著書去描 就可以把它反的變成正的 對 然後照著書的步驟 一步一步來 你就可以做出成功的彩繪蛋糕捲 這個蛋糕捲在烘焙裡面 是不是難度稍微比較高對不對 它比較繁瑣 因為它在轉印的時候 會有一些技術上 會有一些小技術 要不然你會容易失敗 而且捲出來這麼長一條 是不是如果失敗就很慘對不對 所以它一般初學者 可能也不太敢嘗試這樣 嗯 就是你要懂方法嘛 那裡面我們都會有教 嗯 那我們今天呢 就請我們之前老師 跟我們實際做一遍 好 那如果你要更詳細的話 其實書有更多的內容 裡面總共有多少 裡面有很多個圖卡 嗯 有聖誕節的啦 情人節的啦 還有客製化的啦 都有 所以自己做蛋糕捲比較有誠意啊 對不對 不要買現成的啊 對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 唯一的 好 那我們現在從彩繪麵糊開始 那彩繪麵糊的材料 我們有四種 一個是蛋白 一個是糖粉 滴粉跟融化的奶油 那蛋白的話你就是 看打一顆蛋是多少重 那其他材料就1比1 等比下去秤 好 材料來蛋白 所以你的意思 這四種都是1比1就對了 對 這個1比1 糖粉 糖粉一定要塞 不塞的話就是很粗 對容易結粒 然後就不好看 對容易結粒 我們就是要塞 對 那如果他想要吃減糖或拌糖 他可不可以自己減拌 不建議 因為他這個麵糊 在我們畫在 你看這個量是 這麼多 可是這些可以畫很多個 嗯 對 不建議 所以不要輕易亂改配方 是的 雞肉你就毀了 毀了齁 浪費食材 來 滴粉也一定要過篩 所以是低筋麵粉 對 低筋麵粉 低筋麵粉比較容易結粒 所以我們也要過篩 那如果有些人偷懶的話 直接丟下去 會造成什麼結果 他就會結粒 很難看 那你在畫的時候 怎麼會卡住 一塊 對 一塊 這用不出來 會卡住 卡住 因為我們等一下畫的是 你看我們這個字很細 所以你等一下再寫 剪那個三明治洞 三明治帶的洞很小 好 先拌勻 稍微拌一下就好了 不要過度攪拌 稍微拌一下 看不到粉 我們就可以把 奶油 融化的奶油放進來 所以到這個階段都是手工打就可以了 對 還沒用到機器喔 李大神要來試一下嗎 拌勻就好了 順時鐘 你的人生才會順 不太好拌耶 一塊一塊 因為 刺者混在裡面 要畫的麵糊不能流性太強 所以它的麵糊比較醜 濃稠一點 所以要稍微 稍微拌一下 稍微拌一下 稍微這樣 好 然後把旁邊刮乾淨 所以這次就要擠進去袋子裡 對 那我們現在要做調色 因為我們有兩個顏色 一個黑的一個紅的 所以我們就取部分的麵糊來調色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都是上面那個 功賀辛喜的這四個字 等一下要用的麵糊 對 那因為要調色 所以把它分開 有些是 有一個紅色有一個黑色就對了 對 有一個紅的一個黑的 紅的我們就用 使用色素 所以這個也是看經驗喔 擠太多就會變太紅了 來大師來 然後我用 我看要擠兩坨而已 對 一點點 然後我們黑色的部分 我們就用煮碳粉 烘焙材料店都有賣對不對 對 都有都有 然後把它拌勻 然後把它拌勻 真的耶 只要一滴就可以了 一滴 然後我們的麵糊 你看還有這麼多 還沒用 沒關係這個可以畫其他的 我們這些就夠了 來 調好色我們把它裝到三明字袋裡面 一個顏色裝一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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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搬起來捲一個小開口 對不對 刺滴 聰明 嗯 剪洞大小就跟你的筆畫大小有關係 有關係 有關係 那你剪太大洞 它流性太強 畫起來就比較不會那麼細緻 那就是從小慢慢剪就對了 對 對 看兩個顏色 稍微輕輕的甩一下 讓它比較下去一點 對 要不然空氣堵在這裡 刺滴 好 然後把它綁起來 打一個結 打一個結 不要打太鬆 但是也不能打太擠 剛好 剛好的結 這樣 好 然後剪掉 這個來 後面這個用不 會影響我們操作的 我們就不要它 就是會卡手 所以把後面先剪短一點 是的 然後來 我們要 這個三明字 但它有一個接縫的地方 那接縫的地方 你如果是這樣剪 它容易 線條是扁的 所以接縫 觸 我都會朝字擠 朝字擠的時候剪下來 那你在寫字的線 它是會比較圓的 所以你的剪就是 小眉角 小眉角 九十度 現在直的 剪成這樣 對不對 不知道這樣扁 對 你就扁 對 我們怎麼有碰皮 這樣字比較會有立體感 是的 然後 我們這邊的 我們已經有愈畫的 對 先寫了一半 甚至最後一個字 我們來把它完成 好 因為我們已經錄了三天三夜 所以我們剩下最後一個字 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做一下 如果你有點年紀的話 就要做 你是可以一邊做沒關係 我們節目 我承認我有年紀 是不會太苛求 我們的來賓一定要站著 這個來賓站不久 好 那因為是黑色 所以它是先寫黑色 然後再來 加紅色的光 我們就先試一下它的流速 有沒有 這個 那個線條是直的 喔 真的耶 那寫的話 像我們這有紅色跟黑色嘛 那紅色的底 黑色的字 我們一定要先寫黑色的字 不能先畫紅色的底 要不然你的字就看不到了 就透不過去 好 來 所以這個就是要練 真的 如果你沒有把握 其實最好就是在旁邊先用 對不對 先用白紙先練一下 不要直接就上了 這個可以擦掉沒關係 真的喔 對 這裡還沒關係 所以它吐我草 對啊 要啊 難得有人可以吐你草 對不對 所以可以直接寫 反正弄不好就塗掉就對 可是你看喔 如果你黑色寫了再上紅色 你就塗不掉 整個就烤掉了 那字就不掉了 對 所以其實一開始是可以 還來得及補救 我們就這樣把它描 這個都有塗紙 所以很方便 來 我們大神人紅 大師人紅 紅色的閨名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 黑色的字有沒有標準 好 OK 然後減喔 記得喔 這個編分對著自己 90度卡瑞 只有用一點點 對 然後先來測試我們的筆 剪得有點大 嘎清爛 不過還好我這個是做編 所以還好 還有一個字咧 還有兩個雲春的要給你 給你 不管 好 我們先把這個描好 對著 然後我們就開始補紅編就對了 對 好 OK 然後再來 光喝心洗 自己乾喔 這樣我們要進冷藏 15分鐘 冷藏 15分鐘 讓它的麵糊定型 那這個15分鐘 我們來做我們的蛋糕體 好 好 在我們冷藏的過程 我們來做蛋糕主體 對蛋糕體 那我們蛋糕體的部分 我們先做蛋黃糊 蛋黃糊 我們先把牛奶 沙拉油 倒在一起 他們本來是 1比1 油水不溶 沒有沒有沒有 1比1 我看容量差不多 好感覺上 對 牛奶是60克 沙拉油是40克 他們本來是油水不溶 我們要讓他們變成親愛的 融在一起 用你的鹽脂 讓它融 你的 你的 來 所以還是可以 硬攪拌 攪到它融為止 就已經融了 對 熱情 鹽脂 鹽脂 對 他只要來 咻一下 鹽脂 有了 好 好 再來 我們的低筋麵粉 過篩 過篩 然後我們還有玉米粉 也放進來 所以我們配方會放在影片下方 自己去看公特數 嘟嘟嘟嘟 低筋 玉米粉 對一起 所以這個量就是這樣一條的量對不對 對 就28乘28 烤盤剛好就是28乘28 我們的配方就是四個蛋 這樣就不會有剩蛋白或蛋黃的問題 那為什麼這邊三個蛋呢 因為一個打破了 所以四個 對嗎 對 好 拌勻 沒有結粒 沒有顆粒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下蛋黃 稍微均勻就好了 對 因為等一下下蛋黃還是得拌 大神要不要來 好 這個 麻煩 就是均勻就對了 對 因為這個階段還不是最後 過度攪拌 嗯 就這樣 拌一下下 嗯 拌得很棒 有天分 其實烘焙沒有什麼訣竅 沒什麼難齁 就是靠顏色 啦啦耶 專業攪拌 對專業攪拌 OK囉 OK 好 然後我們旁邊把它刮 刮乾淨 鋼盆刮乾淨 這樣看起來 整整齊齊乾乾淨淨 然後檢查一下下面有沒有沒拌到的 看有沒有小雞腸在裡面 對 對 生雞蛋 好 再來 這蛋黃糊就好了 我們來拌 我們來攪拌蛋白 喔 要機器了喔 還是 沒有啦 機器啦 是機器齁 所以烘焙不用那麼辛苦 該用機器就用機器 對 好蛋白進來 我們打到起泡 直接快速 快速打到起泡 好 好 現在已經起泡了 我們下第一次糖 糖分三次下 三分之一的糖 再打 泡泡變細緻 我們下第二次糖 下糖要停機喔 要不然糖會亂噴 好 第一次打到起泡 第二次打到 泡泡變細緻 然後第二次喔 對 第二次囉 再打 好 先慢一下讓它糖融再轉 好 好 我們現在蛋白 蛋白糊的部分已經出現紋路 好 我們要下第三次的糖 喔 就開始有那個痕跡了 對 有那個紋路出現 就是濃稠度出來 對 我們就下第三次的糖喔 好 好 那現在第三次的糖的時候 我們把糖稍微拌勻之後 我們轉慢一點 中速讓它攪拌 這樣子可以使蛋白的氣泡變細緻 口感就會綿密 像你的皮膚一樣 對 所以最後一次用慢速就對了 對 中 中速 等一下喔 我這邊的糖沒有弄到 這邊有一點點糖 旁邊鍋邊它跑到上面來 總共下三次 這樣子攪拌四次 分三次下糖 對 嗯 好 就讓它中速攪拌 那在攪拌做蛋糕最重要的 一定要記得開烤箱 預熱 預熱對 那一般烤箱我們用設170-170 基本上是烤14分鐘 174分鐘 對 然後再判斷一下有沒有熟 所以我們現在有沒有預熱 有 我們預熱了 然後這裡我會用中慢速攪 讓它 組織細細 越來越密 越來越密 對 機子也蠻快的 對 如果沒有 以前沒有機器 你們會去判斷 手好痠 換手 換手 左手右手 還換人 還換人 已經 有 看得到嗎 有 是不是很細緻 對 很細密的那個白色的泡泡 對 綿密感 好 我們來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打好了 先讓它停機 看一下是不是我們要的樣子 差不多了喔 攪拌一下 檢查一下 很像那個奶油 很像喔 對 好 軟硬度差不多這樣 就ok了 就看這樣QQ的 對 音嘴照 好 好 我們取三分之一 取三分之一 跟蛋黃糊拌 來 沒關係 取三分之一 過來 三分之一 坨加進蛋黃 這一坨 要用坨嗎 量 三分之一量 三分之一的量 我又吐槽你了 好 兩坨分在一起 好啦 就妥吧 好 拌一下 這裡攪拌均勻 這樣 有均勻 有一點點沒關係 因為我們 就要蛋黃 對 我們還要倒過來蛋白糊一起攪拌 好 還要過來 還要再倒過來 好 這裡攪拌有重點 喔 有 手要輕 速度要快 不能超過三十下 先拿三分之一蛋白 搞在蛋黃裡 攪拌之後 再把蛋黃整個倒回去蛋白 對 一定有原因對不對 對 因為如果說你直接 但是我不想告訴你 好 那我們就不要說 細節 再梳理 再梳理 好 反正最後 全部在一起了 對 全部在一起 這個鋼比較深 這樣 輕輕的 一隻手要轉 轉 轉的這個 幾下了 30下 對不起 對啊 30下 我們腳幾下了 3下 4下 5下 好 好 所以不能過度就對 對 不能過度它會消泡 好 這樣子就好了 差不多 差不多 然後剛剛我們去冰的15分鐘 土要拿出來了 所以準備要結合就對了 對 這裡也是有一個重點 我們的 土 我去拿一下 土 冰箱的土 好 我們還是要三明治蛋 喔 把它挖到三明治的袋子裡 對 然後再擠進去 對 為什麼要這樣 對啊 有沒有問我為什麼 我就不能講 應該枕頭直接蓋下去就好了 是啊 但是這樣子 你的細緻度就有差 那我們取一點點麵糊 嗯 裝在三明治袋裡 一樣這裡 也要剪一個小洞 可以大一點了吧 嗯 也不要太大 因為我們這個字裡面 都是封封 我們要填補字裡面的封封 用這個麵糊來填 喔 所以這個功能是先填縫細 對 那這樣你的蛋糕才會細緻 就是這裡有沒有 這個字 線條跟線條的之間都要填縫 先把它做一個圍編 所以掙脫直接下去是沒有辦法 嗯 因為它有落差 高低落差 你下去的時候 它起來容易有縫 嗯 所以你有圍編的話 它會比較漂亮 這樣 好啦 這一定是做了很多的經驗 對 相信我沒有錯的 所以先把那個字的縫隙補起來 對 好這裡我們就直接可以擠上來 可以擠更大的 對 因為細的地方已經補好了 現在是粗的地方 再來是不是全部倒下去了 全部 欸真的喔 真的 好 蓋滿是不是 對把它倒下來 來給大家看 來 我們的探別來賓 曼曼老師 耶 他今天是我們的小助理 你放心這一段他會剪掉 我也會剝 我知道 你相信 我們喔 家庭主婦 都是比較解捨的 輕到餓就對了 對 千萬不要浪費 這這樣 如果買又多三口 好 可是你輕到買四口 最後蛋糕失敗 全部拿去 送人吃 一樣浪費 不會啦 有送人就不浪費 對不對 可是搞不好人家吃一口 吃不下去 好 全部倒下去了 然後我們就把它整平 喔 所以那個盒子跟那個矽膠 那個都是現成的工具 對 那等一下就把它捲起來 壽司嗎 這個 這個 像捲壽司的概念 四個角 所以有工夫 好壞就是看那個細節 那如果沒經驗就會做的 都是很多縫隙 四個角我們要把它填平 好 好 再來我們就把它刮 對它溫柔 要對它說話 對 它會有感覺 我一定會對它說話的 對 我們要對它說話 恭賀星星 恭賀星星 要美美的喔 要漂亮喔 我們要進烤箱了喔 來 進烤箱 好烤箱 好烤箱 一百七十度 多少分鐘 一百七一百七 我們先設 我們先設十分鐘 好我們現在是這個剛剛十五分鐘烤完的 對不對 其實因為熱度有稍微熱一點 所以我們時間稍微縮短一點 對 大家要習慣自己的那個烤箱 那現在怎麼出來 我們剛剛烤十分鐘 對 好從這邊 就慢慢的拉起來就對了 對慢慢輕輕的喔 因為它那個字 熱 是在底部 所以你太快會把它字 拉掉 有沒有 喔有沒有看到白煙 有 有煙喔 真的要稍微 真的要小心耶 要輕一點 太快就黏起來了 對 來我們要補它兩刀 來一刀是 側邊的我們直的 我們就要切 跟它的方向是一樣的 斜四十五度角 喔 讓它接縫變成無縫接軌 對的 斜斜四十五度角切上去 然後這個紙也是直的 我們直的就直的 換個來 好 再一樣再斜四十五度角 剛剛是左邊再來一刀 喔 一次 反過來再一次 其實就是 還是同一個位置就對了 對 同一個位置 斜四十五度角 這樣兩個就剛好四十五度會 接在一起 是的 這樣你看到沒有 這樣 對對對 四十五度 好 然後我們擠鮮奶油 喔 還有中間的 對 這已經是打發好的鮮奶油 大家看一下就是中間的鮮奶油 對 所以捲起來 像這樣 像生乳捲 那這個就是兩個四十五度接在一起 對 生乳捲 那我們鏡頭上面有這個 有橘色的 對 怎麼來的 我這個是加了一點點 粉色的色素 就是粉紅色紫紅麴粉的 然後我加了一點點調色 讓它顏色比較漂亮一點 如果你單純是紅麴的顏色 它顏色會比較霧 所以什麼顏色都能夠變成 對 什麼顏色你都可以有 好 好 那我們把 擠中間的奶油 對 擠中間奶油其實沒有什麼學問 就找一個會的人來擠就對了 好好擠喔 好 是 你看它擠得很漂亮 是 然後中間要擠高一點 喔 就這樣 對 是不是要擠多一點 越多越好吃 越多越好 其實不是吧 應該有個比例吧 我這個 這一個 一條大概擠280的鮮奶油 嗯 那你可以 不要這麼多鮮奶油 你可以放一些水果 現在草莓劑 可以放草莓 欸 不是有一家生乳捲特別好吃 是什麼原因 是它的 奶油很好吃 還是它的蛋糕體很好吃 都很好吃 對 就是那一家你知道嗎 哪一家 你就那一家 很有名 好 我們這邊稍微把它抹一下 喔 還要抹平耶 我以為直接就捲起來了 沒有 讓它黏住啊 嗯 欸那如果有 你講草莓 那它有顆粒 不是就不好包了嗎 不會 所以要切碎一點 不用不用 一整顆 正中間 對整顆放中間 然後這裡我們要把它堆起來 對跟山一樣高 喔 就有點這個 小山坡 對小山坡 我們快要結束了 捏 那就要捲好 對捲好 然後拿去冰 就吃了 拿去冰就可以定型 喔 啊可不可以冷凍 可以 真的嗎 可以的 退冰就 然後在這個位置捲一個 像山一樣 好 擀麵棍 來放在這個位置 拉起來 稍微輕壓 然後因為它會晃 我們就要把它捲過來 不能太用力了 會斷掉嗎 嗯 是不會啦 這個配方是不會 嗯 不會斷 然後就把它捲過來 看一下有沒有 有 然後這樣就去冰起來 啊原來做得好的時候是這樣 對 然後冰完 再拿起來再包裝 再把它 嗯 弄出來 這樣子 之前老師是不是講一下這個 你的上課訊息 我的上課訊息 你可以到我的工作室 在淡水主委 或者是私訊我 嗯 就是老師常常也是會 配合一些烘焙教室 對 所以開課有時候是不定期 是 大家可以追蹤老師的這個 粉絲頁 嗯 只選的文化蛋糕 或者是打我的名字都可以喔 好那你們今天的 恭賀欣喜 彩繪蛋糕 捲 今天的節目就錄完了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清場地 對啊 嗯 麥麥老師我講一下你今天這個工作室 嗯 嗯 介紹一下這個工作室嗎 工作室嗎 沒有啊這邊就是錄影用的啦 喔專門錄影 因為常常有錄影需求 然後之前就常常要去拜託人家 跟人家借場地啊 到處借場地麻煩 那就覺得太麻煩 乾脆自己做一個好了 只要自己找了一塊地 蓋了一棟大樓 這不是 叫自己的地嗎 對啊 蓋了兩棟六十五的大樓 然後就把一樓留下來 一樓留下來做 做攝影棚 對兩間這間隔壁一間 對但是其實妳還有店面 還有中央工廠 有 這邊是專門的攝影棚 對教室在市區 所以烘焙界的成功女神 真的沒有 真的 女神偶像 謝謝 好啦那個今天資玄老師來 你們兩個 妳要不要幫她介紹一下 我有一個蛋糕 來 來來來 來來來這資玄老師的蛋糕作品 那個麥麥老師把資玄老師介紹一下 妳今天特別邀請她來一起 妳認識她 妳要介紹她 這是我的好朋友 林之玄老師 她呢 非常厲害 就是畫畫 那她呢 畫蛋糕 對畫蛋糕啊 做一些很細緻的一些作品 那這個是 之玄老師新的這個作品 她上次做了一個土地公蛋糕 超漂亮的 謝謝老師 對 我的偶像 學習的目標 造型蛋糕好多人在接單 那妳覺得有什麼特別的那個難度或技巧 要怎麼樣成功 像一般的造型 一般烘焙店的蛋糕大部分都是直線 那我們都是做動線 動線它就比較保存啊什麼的 就比較麻煩 對 所以我們就是走困難的路 但是走自己的路 但是它比較新鮮 比較好吃 比較天然 對 之玄老師所謂的直線 講的是植物性鮮奶油 跟動物性鮮奶油 那動物性鮮奶油 那動物性鮮奶油才是天然的 對 對 但它比較不好操作 講真的 動物性鮮奶油的操作 成本就差很多嘛對不對 當然差很多 所以為什麼客製畫蛋糕這麼貴 是 因為材料很貴 因為材料貴的是工啊 工很多 對 是 那今天妳帶這個 介紹一下吧 這是小兔子 欸這蘿蔔好立體耶 就是應景嘛 2023年嘛 兔年了 對 應景做個兔兔蛋糕 所以這個是 大家新年快樂 等一下真的要吃的 不是拿來給妳看的 前兔是錦芸 這不是道具對不對 好事成兔 真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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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的 希希老師這個耳朵是什麼東西做的 巧克力 整個是巧克力餐 對 那是蘿蔔呢 那個是巧克力翻糖 我書上有 巧克力翻糖 對 巧克力翻糖 這是妳第一本書 對 就這一本 什麼時候要寫 第二本 醞釀中 很快 很快就會都在天眼了 蔓蔓老師妳幾本 十本 她是我的偶像 學習的目標 妳自己有記錄說一年一本 或者是兩年一本嗎 一年平均是一年一本 但糖果書21刷 糖果21刷 她老師的書每一本我都有 謝謝 然後都是清籤 不是清籤 然後是清了再籤 21刷那就表示要學糖果的幾乎都要買妳那本書 聖經 謝謝 糖果聖經 拿著禱告就會變很厲害 有加持過做起來會特別好吃 真的 其實蔓蔓老師這個做很多年對不對 幾年了 教學嗎 整個烘焙界 25年 縱橫 烘焙界25年 沒有縱橫 學大概總共開始接觸到現在28年 妳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妳到全省各地開課都爆門 到底什麼原因 感謝大家支持 因為花了很多錢 買粉絲 假裝報名是不是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就可能我們付出的大家看得到 是啊 而且他們不容易來台北或桃園學習 所以妳去的話 就方便大家 機會非常難得 我們是栽培過去 對 只要老師栽培過去 應召過去 真的是 應召過去 所以很多教師都會跟妳合作對不對 是 就是票房保證 是 不敢講票房 而且是秒殺 報名秒殺 就是時間不夠 要不然妳時間不夠的話是可以開更多 是希望 希望以後有這個能力可以開更多 對啊 看她每次去開課 然後就順便去那邊吃得好 吃得好 住得好 吃好住好 工作很累一定就是要吃啊 她說追不到她 妳追到了 又跑到下一個縣市 這個每天的課程非常多 妳要看她的schedule 下一天 那哪一天這樣到哪裡 妳要先去等 所以成功沒有捷徑 就是 努力 只有努力 堅持 28年的歲月 從3歲就開始進入烘焙區 現在才31歲 所以今天剛好1月1號是生日 31歲生日 31歲 做了一個代表 真的進步喔 我今天什麼進步喔 等一下請來吃晚餐 好啦謝謝大家 今天是我們的錄影花絮 掰掰 謝謝